你给别人开这个药一百多块钱 你卖别人两千九百多 那不是你说法 别人小孩有新生病知道吗 长期的骗咱们在贵州老板亲过来 他自己开药 几十块钱的药卖别人几千 这一家看着不是很起眼的诊所 但是里面很大 距离贵州省人民医院可能有两三公里 患者当时给我们讲的就是说 他想来想去也不对 就说被那个带过来的 当然他开着药呢 在网上的价格很便宜 周围的人提及大家都是义愤填膺的 他们还讲了有些种纠纷的患者 在那个诊所的门口 过来一晚上等他们 有一些粉丝提供的 他们店有更改过几次诊所的名字 办过几次营业执照 而且还在20年有新闻媒体报道过 也是在省医院看病 然后被逼托六片过来的 也是和我视频里面同一个地方 从他视频里面出现的场景 就和这个医院的背景场景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名字不一样 从wich业执照 在幻想品中 最中一项 公民网民网民事党 最后口律计划 感染的追出 Off the vote 种粉丝